恭喜恭喜 谢谢 非常成真 真的做了很久很久的一个梦 终于实现了 我们演戏的就是当演员 对 当歌手才是你最终的 对 等于是就是回到了故事的起点 是我最初最初的梦想 言希真的是艳福不浅 第一次出专辑就请到杨优宁和张孝权 做她新歌MV的男主角 这一天台货最近忙于在香港拍戏的彭于晏现身支持 让言希都觉得受宠若惊 但言希似乎就有一点太过于兴奋了 在开香槟庆祝的时候 香槟塞射到场内的水晶灯 还差点吓到在场的传媒呢 其实之前不管是比如一些站台或者是MV 我也非常希望的可以邀请到 就是好朋友彭于晏来帮忙 可是因为之前她一直都在海外拍戏 都没有办法 还被我骂了很久 一直说没意气 不过从今天开始 彭于晏在我心中 永远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气的好朋友 差不多想哭啊 真的还蛮想哭的 因为其实不只是这些男生朋友 像女生朋友 比如像是杨成林啊 或者是彩杰啊 郭台杰或者是郭靖 就是都有来 不管是陪我出席节目 或者是帮我站台 就是这一路走来出这张专辑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 言希真的是有很多人疼啊 这一次出专辑 除了有一群台湾军中人 鼎力支持之外 她还得到了不少香港艺人的鼓励 那不知道当中又包括不包括 绯闻男友古天乐呢 其他好朋友呢 古生上有没有支持你啊 谁 古天乐 不送给他吗 如果说刚好有碰到的话就送 还有另外一个大哥 华哥 他有微博 真的非常谢谢华哥 就任大华华哥 就是在微博上有帮我推荐我的专辑 然后说唱歌好听 谢谢华哥 我爱你 哇 言希这天性感现身新专辑季招 大会还准备了一艘游艇 接送言希 风大浪大 言希穿得这么少 也是让粉丝很担心女神会被吹倒呢 信号大会安排了两名猛男互助言希 不过因为当时场面有一些混乱 所以有指言希疑似被其中一位男模特 触碰到她的身体呢 刚才在床上很晃啊对不对 超晃的 很大浪啊 对 你担心吗 我担心摔倒 因为要站在船的中间 然后我要穿高跟鞋 没办法扶旁边 对 所以只要把两个猛男就是当肉店这样子 稍微靠一下下 没办法好像说 哪个model好像碰到你 其实呢 没有啦没有啦 顶多可能就是被稍微靠到一点点 因为真太晃了没有办法 其一批 我们先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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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伍权 我们先复权 我们先复权